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米娜,今天带大家来到了城县美丽的森林湖市 森林湖之所以称作为森林湖,是因为森林湖这个城市真的有湖哦 那森林湖有三座湖,大湖、中湖和小湖 那我们今天所看的房子呢,在森林湖最大的湖边 先让我们跳看一下湖边的美景,站在湖边,湖风袭袭,真的是心旷神意 好,现在让我们来参观一下这个房子的外观 那这边呢,就是房子的前脸,那在房子的后院呢,是可以直看湖景的 进入房子呢,我们需要走到这个侧边的小门 经过一个绿意盎然的小小的长廊,便可以到达房屋的入口之处 这栋房屋的设计真的是别具心裁 它保留了美国传统的艺术气息与人文情怀 好了,那这一边呢,就是这栋房屋的正门入口处 那这个门呢,是一个玻璃门,进门呢,可以看到整个房屋呢,是以暖色调的搭配 所有的家具摆放与设计呢,都与房屋的装修有整体的相呼应 那那边有一个180度的旋转的窗户,可以直跳湖景 坐在这边吃着网餐,看着湖景真的是很漂亮 那这一栋房屋的装修是非常非常细节化的 每个细节角落都包括着房主人对房子的用心 这栋别墅的设计呢,是经典但不张扬 人文气息呢,也充满了房子的各个角落 房主对于家具的摆设,真的是对他们表现了生活的喜爱 与西方文化的诠释 那多处的窗户设计呢,大大增加了房屋的采光与明亮性 这栋房屋呢,算是南北通透的 那右边那个小门呢,就是区网车库的入口 这边呢,为双车库的设计 那正餐室旁边呢,有一个小厅 可以看到正餐室后边还有一个powder room 就是一个客用的洗手间 那细节化呢,有打造了酒柜,还有边角柜等等 这边的家具呢,都是非常的具有古典气息 那喜欢什么家具呢,也可以跟屋主协商 连家具一并够来 这边呢,为一个设计紧凑,却功能齐全的厨房 可以看到烤箱,微波炉,洗碗机,应有尽有 厨房呢,位于两个厅之间 那无论是深处何处来到厨房 去吃的和喝的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这边的厨房呢,一边的厨房 就像我们一起来到厨房 去看厨房的厨房 就像我们来到厨房 是非常有空的厨房 就像我们在厨房 在厨房的厨房 就是非常有厨房 也就是非常有厨房 这边的厨房 这边的厨房 就是厨房 那边的厨房 是个厨房 现在让我们去到二楼看一下 大家低头看一下这个楼梯与地毯拼接的地方 细心的装有了金色的横杆用来固定地毯的 这种设计呢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 既具有功能性又不失美观 那上到了二楼呢 左手边便是我们的主卧 可以看到在房屋的各个角落 各种具有细节性 具有标志性的小设计 无处不在 那主卧这一边呢 分别有男女主人 双用的衣帽间 大一点的这个呢为女主人的 那右边呢还有一个小一点的为男主人的 那主卧这一边的设计呢 是非常非常的有西方古风设计的 主卧呢也有一个180度的观景窗 并且具有一个小营台 早上呢可以直接通到阳台 享受着湖风 呼吸着新鲜空气 观察着美景 一边的观察到阳台 主卧的浴室呢装的也是非常的漂亮 看看这个浴缸想象着在这边泡着澡喝着香槟该是多么的惬意啊 浴室的细节也都是非常的细致 观察近况还有水晶吊灯上面都有各种各样的雕花 那这边的设计呢有一点点像大酒店一样 它有his and hers bathrooms就是男女主人各用的浴室 来吧 这个办公室的设计 也是非常的别具一格 那从这边出去呢 便到达了我们的后院 后院呢 有一个小空泉 还有一个热水池 那往前走呢 是一个私人的码头 下面具有私人的船位 在这边大部分的邻居 自家都是有船的 那傍晚时分 可以驾着船 在湖面上畅游 那附近的邻居呢 还有会去到湖上 高歌一首的 仿佛到达了威尼斯水面 听着刚多拉的渔夫 唱我的太阳 那在July 4th 美国国庆节的时候 湖面还会大放烟花哦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栋房屋 可以联系我的微信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你收看我的视频 拜拜 by bwd6